今天是我們上計算機結構上到第四週的課程 那是Nand to Tetris這門課的第四週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機器語言 在前幾週裡面我們已經設計了基本的電路 像多工器、解多工器 各種基本的邏輯杂 在第二章裡面我們又設計了關於加法器 全加半加器、16位元加法器 還有累增器這些東西 第三章裡面我們就設計了有關於 flip-flop 然後呢 設計了一個位元 再從一個位元變成16個位元的暫存器 再從16位元的暫存器變成 八個自主的記憶體 然後一路上去直到變成16K的記憶體為止 那這些元件已經足夠讓我們設計出CPU了 但是在設計CPU之前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底我想設計的CPU 它的組合元設計成什麼樣 當組合元確定之後 CPU通常就很容易設計得出來 但是呢 反過來當你CPU設計出來之後 你的組合元也就確定了 所以這裡有一點像機身彈、彈生機的問題 所以在這門課裡面我們是先學學組合元 畢竟是這顆CPU是老師已經設計好的 所以我們先學學它的組合元 再來想想怎麼設計它 好 那我們的這一張圖已經用了很久 從整門課 Nentu Tetris的整門課 它是從上而下來看的話 是高階語言 然後虛擬機 然後呢 組合語言 OK 然後機器語言 電線、硬體、平台、處理器這些 然後 音片和機閘 最後到實體的實體層 那就是Nent閘 那 就從Nent閘 一路建構回來 然後基礎元件 然後整台電腦 然後機器語言 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 虛擬機 高階語言 和作業系統 那這是整個課程的架構 OK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的組合語言呢 它通常可以用兩種形式表達 一種形式是組合語言 文字形式的 像這樣 那通常它會有暫存器讓你做運算 有一些指令可以讓你用 那如果你把它轉成機器語言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 OK 那這位美女呢 是歷史上第一位程式設計師 叫Ada 那機器語言 我們通常寫的機器語言會長得像這種樣子 那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機器語言 那它有三個暫存器的運算 譬如說這一個指令就是把R2加R3 因為是add 所以是R2加R3放到R1 OK 那這個指令是add i i是立即值 所以是把R2加上addr 放到R1 這個指令是把R1跟R2做and 然後再放到R1 OK 那這個指令是挑要指令 挑到addr 那得看addr在哪裡 這裡沒有寫出來 那這個指令呢 是比較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的話才跳 這個是載入 把addr的內容載入到R1 這是儲存 把R1的內容儲存為addr 那這個最後一個是NOP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指令 它什麼事都不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NAN2Touch 這裡 它所使用的組合園 跟上述的組合園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它是一個16位元的機器 那16位元可以放的東西其實不多 所以它採用了一種很特別的形式 就是基本上 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指令都是兩個一組的方式 第一個先用來決定位置 那第二個才是用來做元算 舉個例子你可以看到我們寫add value 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add 17的時候 我現在呢 是決定位置 讓位置等於17 那在 這顆CPU Hack CPU裡面 它有一個暫等器叫A OK 那當你寫add 17的時候 它會讓A等於17 這時候它會把位置發給記憶體 然後下一輪的時候呢 記憶體的內容會回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內容再放到 放到 看你要目標在你的記憶體 放到D 還是放到記憶體 放回記憶體裡面 就放回add 那這裡 像這裡 add 17 d等於A 代表說 A等於17 然後接下來 d等於A 那也就是17 OK 那add 17 d等於M 那就代表說 A等於17 然後d呢 然後d呢 就等於m m 代表的是 由A這個東西 當位置 然後呢 從記憶體裡面 取出來的那個字 OK 所以當我寫add 17 d等於m的時候 代表d等於 rem17 記憶體的 第17五個 那我寫add 17 jump 這時候呢 代表的是 我要跳到 跳到17那邊 OK 所以 它這一個機器的設計 原則上大部分的指令 都是兩個兩個一組的 只有一種情況就是 當 你這一個 做完之後 這個指令做了 下一個指令你還是要用A等於17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寫add 17了 就可以繼續寫指令 否則的話呢 你就得 重寫add 什麼 然後兩個一組 好 那 它的運算基本上 有這些 s加y s減y 然後目的 目的有s 0 1 不1 這些 那根據這些 三個暫存器 ADM 其實不是三個暫存器 是兩個暫存器 加上記憶體讀出來的東西 那 ADM這些 組合 就會組合成它完整的組合語言指令 好 那 這邊是一些組合語言指令的結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機器到底處理器會長的什麼樣子 那 原則上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A暫存器 剛剛看到A 有一個D暫存器 OK 那 記憶體讀出來的東西叫做M 這不需要一個暫存器 它就是直接從記憶體讀出來 那 當然它有可能 比如說A出來之後又把它寫回記憶體 那這裡就變成輸入到記憶體 那一樣是用M 好 那這裡有一個多工器 這個多工器會選擇到底是從A進來還是從M進來 放到ALU裡面去做運算 跟誰運算 跟D做運算 OK 那算出來的結果 再丟出去 那 所以這整個結構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程式技術器叫PC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做的那個累征的暫存器 好 那接下來 你能不能做出像這樣的一些乘數呢 OK 那 後面 我們就要讓各位寫習題去做這些東西 好 那 這裡 你要做這些程式最好喔 不要一下子就把 組合語言寫出 因為這樣太難寫了 所以最好你先從高階語言開始寫 比如說先從C語言的這種寫法開始寫 那寫好之後再把它翻譯成組合語言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裡是if-else的高階語言 如果翻譯成這個hack CPU的組合語言 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 d等於not condition 然後 at if-true 就 d ceq 所以它就會跳到 跳到 if-true的地方 if-true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not condition 成立的話 就會跳到if-true的地方 那 否則的話 是not condition 這裡應該是condition成立 就是if-true 就是d等於0的時候 d等於0的時候 執行這一q才會跳 所以d等於0應該是condition 就是如果是condition成立的話 就會跳到if-true的地方 那 否則的話 就會繼續執行這個code-block-true 就是condition不成立的時候 會執行code-block-true 然後呢 接下來執行到code-block-true結束之後 就會跳到end 跳到end 然後 然後 就執行後面的第三個區塊 已經跳出if了 那 回圈 該怎麼做呢 像c圓的回圈可能寫像這樣 但是呢 這邊的組合圓回圈 我們就會有一個像loop的標記 然後你看d等於not condition at end 然後d 因為 at end之後 它會在a裡面填入end的這個值 然後呢 d是那個條件 那如果d是0的話 d是0也就是condition成立的話 那它就跳到end 跳到end 咦?d是0的話應該是 d是0 然後 跳到 咦?這裡看起來應該是要 d是0的話應該是跳到 這裡是寫end 沒錯 這個我們待會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錯誤 還是我們目前的邏輯有錯誤 那這個得再確認一下 好 接下來呢 它就執行code block1 那code block1執行完之後 就再執行loop 回到loop 所以這裡有一個回圈 這是一個回圈 那這個jeq就是跳出來了 跳出來 所以它應該是not condition成立的時候 才會跳出來 所以這裡寫djeq 我們得檢查一下 是否是應該這樣寫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 再繼續 看回這一個架構 那我們可以寫更複雜的程式 像我們要寫1加到100 那這裡就有外有回圈有一些指令 那這個程式是對應到剛剛的那個 這一個 是一人程式的 那大致上呢 用剛剛的那些結構翻譯方法 你就可以看懂 這一個程式到底在寫什麼 好 那最後呢 喔 就是 我們 這一門課 Name to Texas 其實它的重點 從來都不在講課 也不在投影片 而是在習題 只有透過習題 才能夠學會怎麼樣子來設計整台電腦 這是這門課的最大重點 那現在大家就可以開始來寫習題的組合語言 當你學會組合語言 而且寫的習題 正確的可以 正確執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下一章 來設計整台電腦和CPU 那關於組合語言和機器語言的部分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